我一个资深的站在要结婚的年龄段 被逼婚了这么多年的战斗经验来说的话 现在的女孩子如果说真的遇到了一个对眼的 别说几天了 有的就一下第一天看上 第二天就去领证了 或者说不是所有人都是像你想象的那样 没准这个女孩特别矜持 我觉得你可别好 我们要慢慢地了解 慢慢地去发展呢 说实话呢 我觉得这女孩还是不够心动 这个男生对她啊 基本上就是等于一被胎 实在找不到好的就她了 但是能找到好的呢 我再把她拽了 但是正因为现在小赵太优秀了 所以她的女儿为什么不接受呢 我就怀疑她的女儿是不是就有一个男朋友 我女儿呢非常单纯 我什么都为她做主 她大学没谈恋爱啊 哎呦你都不知道她谈那个什么朋友呀 穿得花里花哨的 说得不好听像个电线 发风一吹一倒的那种 走条路的飘飘飘的 哪有安全感啊我的天哪 所以我也阻止她们了 对于女儿安宁的婚姻大事 曾阿姨不敢地位倾心 从千百个相亲对象中 选中了工作稳定 没人老式的小赵 然而 女儿安宁和小赵相处一年 却仅局幸运 偶尔吃饭聊天 对于结婚一事 安宁始终保持 不接受 也不拒绝的态度 今天 曾阿姨带着准母亲小赵 来到现场 希望能跟女儿一个欣喜 并定下婚约 那么 安宁是真心喜欢小赵 想慢慢培养感情 还是如嘉宾所猜测 思想已经有了难用 她今天会来到现场 接受小赵和母亲的告白吗 好